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再回来做一期关于科兴的一个总结报告 这次呢最主要是智力的一个现实生活的一个总结报告 其实呢大概在一个多星期之前我谈过这个东西 但是呢当时呢是智力的卫生部的一个发言稿 所以呢我只是里面有一些总结数据 而无法呢给出大家里面一些具体的东西 但是呢发了这个之后呢下面基本上是骂剩一片 总的来说呢92%的人还是点赞的 有一部分人是觉得我是在反华 其中呢有一个呢留言呢我觉得有点过 我过时来他这样说的 他说一个美国人用中文像说中文的人做科普 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听一个华裔美国人的话的 是这么一个句话 其实你们看到我所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别人发的数据里面进行分析的 既然他们无法正中数据的话 那么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来听我讲这些东西 这完全是浪费你们的时间 而且呢听完今天我讲的这个东西之后呢 可能又有另外一批人要骂我了 说我是大外宣 因为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华人 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政治立场 我们是中间路线 我们只是想好好的活着 好好的过日子 所以不要带着政治的眼光去看这类的科普 华人需要科普 我愿意做科普 但是我真的不想过多的搞入政治里面去 好那么在讨论智利的报告之前 我要讨论一下就是 这个智利的报告和其他报告有什么不同 土耳其的报告和巴西的报告 它是属于随机对照的 也就是说它有两组人 一组人随机的抽出来打疫苗 一组人随机的抽出来不打疫苗 或打对照的安慰剂 这个叫随机对照试验 而这次呢巴西的试验呢 我们叫群组研究 群组研究呢就是说 我去打 你也知道自己打什么 我也知道你打什么 然后呢我把一组不打疫苗的人 和一组打疫苗的人进行对比 一般的情况下呢 在我们的医学研究里面 一般的情况下你们要看到 这个叫coho study coho study就是群组实验 群组实验的可信度 是比随机对照实验要差一点的 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 像这次治理的测试 就完全颠覆了这个说法 因为上两期我已经说过 像土耳其的测试和巴西的测试 它里面有很大的一些混乱 所以呢他得出了结果 自己也觉得有些那些结果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 但是这次治理的研究 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哪样不一样 第一个 总人数 它总人数达到一千万人 这里面 有500多万人 是没打疫苗的 有54万人 是打了一针疫苗的 有400多万人 是打完两针疫苗的 所以打疫苗的人 和不打疫苗的人 基本上是1比1 然后再看 性别 男女的性别 女性500多万 男性470多万 其实这两个 相差的比例非常小 一个是54% 一个是46% 最主要的 它是覆盖了所有的年龄层 它从16岁以上 一直到8岁以上 全部都有 而且它这个人数的年龄分布 和当地的 正式的年龄分布 是吻合的 那么从这个 现实生活的测试里面 他们得出一个什么见论呢 第一个 他得出见论就是 科兴的一针 有效率 对有症状的保护 是15.5% 对住院的保护 是37.4% 对重症 病房的保护 是44.7% 死亡的保护 是45.7% 这是一针 打完两针 他有症状的保护 是65.9% 住院的保护 是87.5% 重症保护 是90.3% 死亡的保护 86.3% 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为什么说 他做得好 看他的误差比例 像上一次 土耳其的 他们说 对重症的保护 是100% 但是他的比例 是从22.4% 到100% 都有可能 但是你们来看看 这个测试 他虽然给是90.3% 他的比例是从89.1% 到81.4% 这个误差 系数是非常小的 所以这个答案的精确度 是非常高的了 所以我说这个 有非常高的一个质量 另外他还回答了 几个我们过去的疑问 对于科兴疫苗的疑问 因为在世卫评估的时候 他给科兴有这几个疑问 第一对年老人的问题 对于其他基础疾病的人的问题 在世卫里面 他说他无法找到答案 而这个里面 最起码回答了部分答案 哪部分答案 因为他里面包括了老年人 所以他可以把老人 60岁以上的老人 区分开来 单独研究 有症状的保护是66.6% 住院的保护是85.3% 重症病房的保护是89.2% 而死亡的保护是86.5% 这几个数字 和我刚才的两针的 大众的数字 非常接近 也就是说 他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科兴疫苗 对老人 也是有效的 这也是 中国政府 我估计也是 根据 这个 报告 而扩大了 对老人的 科兴疫苗的注射 这是我的推测 因为 过去不管是巴西也好 还是 土耳其也好 都是 从16岁 到60岁 之间的一个测试 而从来没有测试 60岁以上的 而这次有了60岁以上的报告 而且那个人数并不少 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人数绝对不少 第二个 他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科兴疫苗 对变异病毒的有效率是什么样 他也分开来了 他发现在所测试的人群里面 B117就是英国变异的比例是14.8% P1也就是说巴西变异最高是28.6% B1351也就是说南非变异只有0.1% 所以它里面占大比例的是P1也就是巴西变异 这个可能也就是引起造成了巴西的测试和治理的测试 两者之间的百分比就是说有效率的百分比有差异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相信巴西那边的P1就是巴西变异的比例应该要比 治理要高 所以也造成了数据上的一些差异 最主要的一点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副作用 这个里面也回答了关于副作用的问题 科兴疫苗在治理一共收到了2584例的副作用的报告 严重的副作用有122例 常见的副作用有头疼 注射部位疼痛 皮肤搔痒 呕吐疲疹 肌肉酸疼 发烧 发冷 腹痛和过敏 这些大家看上去和惠瑞和莫德纳都一样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比例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才我说过了 打了疫苗的人是500万人 他的例子只有122例 而我知道的惠瑞和莫德纳的这些比例的话 往往都是在50%以上 有些高过50%很多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他的副作用 特别是严重副作用 是远远低于惠瑞和莫德纳的 再说一下死亡 他在这个调查时间段里面 打和疫苗打疫苗有关的 发现了15例的死亡 平均年龄是75岁 现在他最后进过调查之后 除了三例以外 因为三例他还无法得出最后的结论 其他的都可以基本排除和疫苗有直接关系 这点我觉得和其他疫苗相比的话 应该是有优势的 从副作用角度来说的话 确实是有优势 另外他还没有发现一些其他的不良的反应 那么这个测试到底有什么优点 和有什么局限性 因为刚才我说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临床 这个总结 相对来说和随机 那些土耳其和巴西的来说的话 它是有优势的 它什么优势 第一 它数据很完整 因为治理 在南美 它其实是一个医疗 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好的 应该说最好的吧 因为据我所知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国家来的了 它的医疗系统的数据 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这次它所搜集的 这些数据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现在才七月份 它从一月份开始打 到现在已经把这么完整的数据 给规整起来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由于它的医疗 结果是很好 所以说 它的测试就是核酸测试数量 也是非常庞大的 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避免了一些 就于测试数量不足 而造成了数据上的偏差 这是它的主要的三大优点 当然它的测试里面 也有局限性 第一个我刚才已经说了 叫群主研究 因为它不是随机的 那么有些人就说 那个里面有什么限制呢 这个限制是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我打过疫苗了 好 半一我有点不舒服 我就觉得我自己感冒 因为我打过疫苗了 我不觉得自己是新冠 就不去测试了 有这个可能性吗 有这个可能性存在 但是它里面也讨论了 由于它的医疗机构 比较完整 所以这方面的局限性 应该是可以忽略 这是他说的 应该可以忽略 我相信他 因为治理的医疗系统 确实是很不错的 第二个 这是所有的疫苗的通病 不管是惠瑞 还是Moderna 也好 强生也好 牛津阿斯利康也好 克星也好 国药也好 都一样 他没有长期性研究 因为新冠到至今为止 也只有一年多时间 疫苗注射也就半年时间 根本就无法做一个 长期性的研究 这是所有疫苗的通病 第三个 他发现 他说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阶段 治理的ICU 就是重症病房的保护率 是93.5% 而在重症病房里面 有65.7%的是新冠病人 他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有可能有些病人 需要进重症病房 但是由于病房的保护 他无法送进去 他说他在后期的分析里面 调整里面 他们观察过了 他们觉得会有一定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 他们说不会太大 这一点他们自己提出来了 最后两点 一点就是对于Delta的变异 因为他刚才我们说了 他们里面有 英国变异 有巴西变异 有南非变异 但是他缺乏印度变异 因为他就做测试的时候 印度变异还没有在 治理那边流行 所以说对于Delta变异 基本上是没有数据 其实对南非的变异 因为他只有两例 也期望缺乏数据 另外他说由于 那个人数的问题 他没有把变异的病毒 单独列出数据来 单独分析 也就是说他没有分析 我科兴疫苗到底对 每一种变异 到底的有效率有多少 他没有单独分析 他说这是数据的一个局限 最后他说还有一个 就是对于基础疾病 因为刚才你看到了 他列举了年龄 但是他没有列举 所有人有什么基础疾病 他对基础疾病患者的数据 还是缺乏 但是我相信 由于智力的一个 整个的医疗系统 是非常完善的 我相信这些数据 这些后面的数据 在后期 在不久的将来 我相信会有数据 好了 那么我基本就讲到这里了 对于科兴疫苗的评价 我觉得所有的数据里面 这个数据是最可信的 也最中等的 我感觉由于 因为智力的一个地域的问题 有些地方还是医疗比较缺乏 我觉得科兴的有效性 从这个测试里面看的话 应该是在65%到70%之间 这是我对一个数据 最后的一个评估 所以说 任何一种 不从数据里面出发的 一种评论 我觉得 都会有一些偏驳 我们要从这些数据出发 好好的看一看 到底从这些里面 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对于科兴这个药厂的 我也是这样想 因为科兴药厂 如果要想走向世界 成为一个世界上的 一个疫苗的供应厂家的话 他一定要学到 如何做这类的数据通知 因为这种东西 才可以在世界上 站住脚 作为一个药厂 像土耳其这些调查的话 说实在话的话 在某种程度上 不可取 对它的长远的发展 是不利的 好 谢谢大家